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先对这个计算机网络的性能指标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了解这个性能指标呢 有助于我们后面去评估或者是去判断一个网络它的质量或者是它的速度的 那么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面在学习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 我们有对这个采用的计算单位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就比如说这里面的比特位、字节、签字节、造字节、集字节等等的 我们既了解了它们的意义也了解了它们的换算 并且我们还了解了它们的采用的设备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网络的一个单位 主要是这个BPS BPS的意思是多少bit每秒 那么这个单位我们在前面也是有所介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为什么中国电信这个ISP给我拉的100兆关线 我们实际测试的这个峰值速度却只有12兆每秒呢 那么我们来运算一下 那么因为网络采用的单位是这个BPS 如果说是兆的话那么这里面就是兆BPS 那么对于这个电信所号称的100兆关线呢 其实指的是100兆每秒也就是100兆BPS 那么比特位换算成我们的字节呢 是有一个精致的 8个比特位等于一个字节 因此呢我们在实际测试这个峰值速度的时候呢 我们等于这个100兆BPS除以8等于12.5兆字节每秒 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测试显示的这个12兆每秒 在这里面注意有这个BPS到这个字节的这么一个转换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计算机网络它的性能指标 它的速率指标呢通常都是使用这个BPS来描述的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指标 那么第二个指标呢是这个时延 那么对于时延呢就是延时了 接下来网络的时延呢 往系里分的话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发送时延 以及传播时延 还有这个处理时延 以及这个排队时延 那么总时延呢 就是由这里面的几个时延所组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这些时延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首先是这个发送时延 那么发送时延呢主要是本机进行网络发送的时候 它在本机所停留的时间 那么发送时延呢 它等于这个数据长度除以这个发送速率 而这里面的这个数据长度呢 是我们用户所决定的 比如说我要发送一个100兆的视频 那么这里面的100兆呢就是属于这个数据长度 而这里面的这个发送速率呢 不是由用户决定的 而是由这个自尊机网卡所决定的 我们平时所说的千兆网卡 万兆网卡 除了容量以外呢还表现为这个发送速率 那么一般来说 性能越好的这个网卡呢 它发送的速率越快 那么这一个就是位于本机计算机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表现 这个实验呢 是这个发送实验 接着呢 是这个传播实验 那么传播实验呢 它等于这个传播的路径的距离 除以这个传播的速率 那么路径距离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北京 我北京往这个上海去发送一个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路径是比较短的 那么如果说我在北京 我想往这个美国去发送一个数据的话 那么这些数据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底电 才来到美国 那么这个传输的路径距离的话就很长 那么这个传播实验呢 是由这个路径 除以这个传播速率所决定的 那么路径也是由我们用户所决定的 但是呢 这个传播的速率不是由我们用户所决定的 而是由这个传输介质所决定的 那么这里面的网络传输呢 可以使用铜线 也可以使用这个光线 那么不同的介质 他们传播的速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主要是受限于这个传输的介质的不同 其次呢 还有这个排队实验 那么排队实验呢 指的是这个数据包在网络设备 它所等待被处理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我一个数据 从本机发送到某一个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也不是说马上给你处理的 那么因为路由器 它也可能需要处理很多的数据包 所以呢我们所发送的数据包 可能在这个路由器里面停留一段时间 排队一段时间 等到这个路由器处理到你这个数据包稳的时候呢 才会被发送到下一条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排队实验 数据包在网络设备中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会被这个处理 那么之后呢 还有这个处理实验 那么处理实验呢 指的是这个数据包到达某一个设备 或者说到达目的机器 它被处理所花费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我们到达的目的的服务器 它的服务器性能不好 那么可能我们的数据包文到达了它的那里 但是呢 它要反映一阵子才能处理我们的数据包 那么这一个的时间呢 称之为这个处理实验 好的 那么了解了这四种实验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总实验 总实验等于这个发送实验 加上排队实验 加上这个传播实验 以及这个处理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 就是评估计算机网络的时候 关于时间的一个指标 那么其实关于时间的这个指标 除了实验 还有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称之为往返时间RTT 那么RTT呢 它的全名叫做Loot Trip Time 它是评估这个网络质量的一项 重要的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指标它的意思是 数据包文在对方通信的时候 来回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本机需要对远方的服务器 进行一个请求 那么这个请求包文 去到对方的服务器 并且返回 那么这个时间呢 就是属于这个RTT 那么我们平时在评估网络质量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Pink 来查看这个网络的质量 那么这个Pink命令呢 它也可以返回这个RTT的这个时间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使用这个Pink命令 来简单的查看一下 不同地区的RTT 它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对一个广州的IP 进行一个Pin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RTT 往返时间是多少 把这个IP考下来 Pink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往这个广州市的这个IP 进行一个Pink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往返时间 有28毫秒 有13毫秒 也有98毫秒 还有这个13毫秒 那么这个往返时间呢 可能是不稳定的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往返时间 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对一个 位于重庆的一个机器的一个Pink 我们来看一下往返时间 那么这一个IP呢 它是重庆市的一个腾讯的IP 我们接下来也来Pink一下 Pink 那么这个往返时间就大于我们前面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它比较稳定 都是这个40几毫秒 分别有46 48 以及47 47 那么这个呢 是Pink这个重庆市的这个IP的一个往返时间 那么因为老师现在位于这个深圳 所以呢 我们在深圳Pink这个广州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但是呢Pink这个重庆的话 它的时间会长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Pink一个美国的IP 那么这一个呢 是美国的IP 我们接下来就来Pink这个美国的IP 我们来看一下往返时间 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呢 比较长 有176毫秒 那么因为呢 我们Pink这个美国的这个IP呢 它的数据是要经过这个海底电缆 所以呢 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这里面还有这个报文丢失的这个情况 请求超时 我们再Pink一次 181毫秒 然后第二次呢 它就请求超时了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IP Pink这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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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么这个呢 是知名的一个IP 它是位于澳大利亚的 我们Pink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Pink这个IP的话 需要200多毫秒的满满时间 那么这一个呢 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距离 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使用这个Pink命令 来查看这个往返时间RTT 那么RTT呢 它是我们平时常用的 去评估一个计算机网络 它的性能的一个指标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 scheduling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